更多有什么读 请在微信 LVNC1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拜家子 第271章 汉道长 诸侯赵显得有些灰心了 他不知道 方几番手里发芽的土豆 其实才是真正的杀手键 因为这玩意儿 作为耐寒作物 非常适合在辽东 以及大漠中耕种 事实上 在方几番所在的上一个世界 土豆的主要产区 就在内蒙和东北 不止如此 便连外蒙古 也是以土豆为主食 粮食 一旦地里能种出粮食 就意味着 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更多的人口 将需要更多的土地 什么是世身社会 世身社会 是不追求财富的积累的 但是 他们对于土地 尤其是能产粮的土地 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渴望 大明庙堂上的猪公们 反对和打打人作战 对于主动出击 那更是想都别想 这是为何 这是因为 大规模战争 没有给他们带来 丝毫的好处 恰恰相反的是 一旦大战来即 大量壮丁便要征法 那么他们家里的 万倾良田 谁来耕种啊 这不但没好处 还吃亏啊 可一旦能获得 大量新土地呢 而且获得的 还是土地里 能生出粮的土地啊 方济帆可从来不相信 朝中诸公背后的士绅 和地主老爷们是擅长 别看他们 喊着仁义道德震天下 大爷的 这帮孙子 为了争一口水源 为了争几块地 在乡间 敢组织数百上千人泄斗 一年族里不死个几个人 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 而整个大墓 何其的广袤 相比于那几十亩的水田 真如星辰之灰 与萤火之光的区别 诸后赵 却显得懒洋洋的 不过他还是趴在地上 绝着屁股 努力将栽入土地里面的 豆芽轻轻地扶正一些 一面观察着小嫩芽 一边说 大漠的地里 长了凉 大明就能永世解决 达达人 是的 只要大漠可以称为塞外江南 就可以 朱后赵想了想 觉得不对 灰呼呼的脸 对着方启帆说 可本宫看朝中大臣 对大漠一丁点兴趣都没有啊 只愿守着关内苟且 方启帅 方启帆 微微一笑 他决定好好给 朱后赵上一课 于是放下手中匕首 说 天下 天下 这世上 不要看人口里说什么 咱们汉人是人 官外的达达人也是人 都是人 那么 其实都遵循一个自三皇五帝而始的规律 朱后赵很认真地看着方启帆 说 什么规律啊 如果说 朱后赵是从王守人那儿 学来所谓的同理心和知行合一的话 那么 从方启帆这儿学去的 十之八九 就是满肚子坏水了 方启帆说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人的一切准则都是为了利 达达人疯狂欣扰我大明是为利 而满朝大臣反对大规模勇兵也是为了利 否则 为何我大明占据的是大明最附属的土地呢 殿下莫非以为 我大汉的疆土 东临沧海 西平高原 南面则充斥着瘴气和林莽的密林 北面则为大漠 殿下难道还没明白吗 咱们的祖宗 为咱们打天下的 乃是这世上最附属之地 殿下以为 在这边附属之地上 以前只有汉人吗 不是的 其实在这之前 有许许多多的人 只可惜 他们运气不甚好 偏身占了上好的良田 要么被杀戮了干净 要么被驱逐到大漠里面 去了充斥胀气的密林里 或是连呼吸都不畅的密林里 殿下真以为 老祖宗们 当真是靠仁义礼 或者是自周公而始的周礼 打下的万事吉业吗 其实啊 我们和关外的达达人 都是一样的 正少骨子里都一样 都是为利益驱使之人 满朝文武反对大规模用兵 不是因为他们有礼意仁义 而是因为他们无利可图 殿下能明白神的意思吗 祝后赵挠了挠头 达达人和咱们当真一样 一丁点区别都没有吗 有还是有一点的 方吉帆叹了口气 达达人和咱们之间 骨子里虽一样 可前者呢 是臭婊子 朱后赵思雅 嗯 不错 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 我们呢 方吉帆云淡风轻地说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我们呢 比较高级 是立了牌坊的婊子 朱后赵便不作声了 他开始瞎琢磨起来 方吉帆还在一旁叙叙叨叨 其实啊 什么仁义道德呀 倘若在咱们大明 譬如江西这地方 若突然出现一个国中之国 这江西啊 乃是鱼米之乡 土地肥沃 你信不信 明日满超文武 就疯了似的 要将这江西之国 灭得渣都不胜 达达人的立足之本 其实不在于他们的骑射 只是因为他们太穷而已 放在墨盘里 游星子都炸不出来 谁有动力去发动战争 打了也白打 土费国力和民力 糟蹋无数钱粮 即便横扫湖人又如何呢 那些荒地一钱不值 最终汉人还是得回到 关内种地去 可数十年之后 又会有新的湖人 在大漠之中崛起 凡不胜凡呢 诸侯赵绝对有理 说 所以一切的根本 就在于 要在大漠种上粮食 种上粮 咱们大明就打了 方济凡欣赏地看着诸侯赵 在历史上 诸侯赵因为偷偷跑去大同 指挥大军和达达人 作战 取得大捷 好不容易回到京里 还想耀武扬威 谁料满朝文武 都是骂声一片 痛斥 诸侯赵是胡闹 方济凡 深深地看了诸侯赵一眼 若真能种上粮食 百官会巴不得 立即对达达人开心 谁是能领兵 大破大大人 千秋十笔之中 此人势必会被大叔特殊 不止如此 天下万民 俱会称颂这个人的功德 整个大明的军队 会在文武百官的请求之下 要求整肃 会立兵莫马 读书人们会高呼 达达人杀我父母 如我亲女 死仇不共戴天 他们会成日坐着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的 这样的狮子 他们会吟唱着 胡无人 汉道长 然后将无数男儿 送去关外 和达达人 决意雌雄 诸侯赵眼睛发亮 诸侯赵所希望的 不正是如此吗 老汪 你说的这些 会出现吗 方济凡撇撇嘴 说 所以呀 得种粮 咱们屯田百户所 就是干这个的 不让大漠里生出粮来 说什么都是虚的 看不到食物 看不到真真切切的好处 谁打理你 诸侯赵 美滋滋的说 咱们种 要不 派一对签户所的人 到关外去 事事重重 种啥好呢 麦子 方济凡 云淡风轻 写不及 再等等 等啥 诸侯赵看着方济凡 方济凡 面无表情 等一个能改变我大明命运的东西出现 等他彻底能 培植成功了 一切就水到去成了 与利益相关的一个链接 也就是彻底打同了 诸侯赵 诸侯赵 激动捏着自己手里土豆 颤抖着说 那本工等 你说的那玩意儿是啥呀 不要多问 容辰立个牌坊 方济帆没有继续说下去 土豆的培育 比红薯要麻烦得多 红薯推广很快 只是因为红薯育苗容易 而土豆 需要许多麻烦 先解决这个问题 再说 你说 诸侯赵不禁又想起一件事情 达达人 当真会袭击锦州吗 殿下不是已经有了判断吗 可本工心里没底呀 方济帆微笑说 殿下若是自己有判断 那么就该相信自己 一个人若连自己都信不过 怎么可以让天下人相信他呢 将来殿下可是要做大事的人呢 殿下犹豫 则天下人都会恐慌 天下若是不定 那么天下人就会更加无所适从了 诸侯赵居然发现 老方的话很有道理 不过老方这张嘴一向都有理 他笑了 你说的是 锦州城 这一座原本是因军事而建立的城塞 所以渐渐的已经出具城市的出行 而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 顿时变得繁华起来了 只可惜繁华的背后 所滋生的问题 却足以让人跺脚啊 大片的流民舍弃自己的家 躲在墙根之下 这辽东的寒冬 一夜过后 不知多少人 睡去之后就无法醒来 虽然许多人 携家带口来时 带了不少的棉布 可雪落在棉布上 许多人尚无片瓦 这棉布顿时就稀烂了 到处都是咒骂那新来的亲事 还有那刘景寺太监的声音 一是之间 一是怨声载道 这一不再是寻常的百姓声出不满 就连本地的魏指挥 寻暗御史 中官也开始对这位大爷心中跳脚起来 他们的奏报 想来早就传到京师里 也不知京里到底什么光景 可他们知道 任由这样下去 这锦州城可是要划遍的 关外的百姓不比关内 他们多数没那么公顺 闹起来绝不是玩的 而刘景显然也感觉不妙了 来了锦州 他也发了一笔大财 打着东宫的旗号 在自己下榻的新园金银珠宝 早已塞满几口箱子了 一开始他犯愁的 是怎么将这些箱子带回去的问题 而后来他愈发地察觉到不对劲了 达达人若是不来 自己和欧阳志在这这么折腾 会不会被人给宰了呀 用来平息军民的愤怒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